来我们 你好你好小明哥 好 他好像举 举了很久了是吧 那下一个给你好不好 好来 人好好哦 来话筒给我来我给你定一下 不好意思 好来 你今天运气一直特别好 对 我想问一下小明 到时候生了宝贝会去参加爸爸去哪儿吗 特别的欢迎 你想的好远啊 这个可以有 先问定嘛 这个我要看情况 必实际差不多 但是我倒不希望他曝光太多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好这个小伙子 你好小明哥我是斗鱼TV的 然后我们我想问一下你 然后你据说就是到现在为止 你已经捐助了大概3000万左右 你以后还会继续做慈善吗 然后包括在我自己平常直播的时候 我会遇到很多很多有一个见动症的患者 你可以给他说一句加油吗 应该不止3000 因为我估计好像他们统计是已经有4000万左右了 对 然后当然特别希望就不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的关爱的对象 所以希望我们这些见动症的患者能够开心起来 然后先过个好年 我相信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去帮助你们的 好的谢谢小明哥 我还想说一句太帅了真人 太帅了 谢谢你也很帅 我相信你要去替他问候的那个 我去梦想直播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baby今天有来陪你跨年吗 他在家等着我呢 所以我现在要赶紧走 你这句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 他有谁要问 好 谢谢 我相信刚才那位朋友提到那个见动症患者 应该说听到小明哥的祝福 一定在新年2017年到来的时候 脸上会先出现第一个微笑 是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好的开始 那小明哥 我们呢这个今年 2017年马上就到了 如果说一个2017年的祝福 你会说什么 我觉得人生 其实很多人都在发愁味周围的很多事 事情发愁 我觉得人真的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到今天为止我发现 人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说实话 今天刚刚有一个导演去世了 非常的难过 那我觉得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否则你没有时间和 你没有方法去享受你的人生 所以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让自己快快乐乐的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就是有时间多陪陪家人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情况 想问你 就是想问一下 你今天没有在家里陪家人 但是呢 我知道你的家人呢 其实今年也是要喜事不断 喜事连连 是 马上就到1月2号的时候 就会有个大喜事 成见在那边前了 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1月2号 Angela Baby有一部新戏 就要在我们的湖南卫视播出了 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这部新戏 这部戏叫什么名字 这部戏是在她怀孕期间拍摄的 对 好不好看 非常好看 如果用这部戏和小明演过的戏来比的话 有没有更好看 她的更好看 老婆最大 对对对 好 谢谢小明哥 好男人 对 谢谢小明 我们大家都心中那么喜欢的小明 会在新的一年当中 会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然后能够祝愿你们的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家人都平安快乐 是 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快乐 健康 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小明 谢谢小明哥 谢谢 谢谢 OK 谢谢 好 辛苦了啊 大过年的还要在这儿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大过年的 小明哥 拜拜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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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 给我 谢谢 哈哈哈